明亮宽敞的空间 干净整齐的货架 临时饮料 生鲜蔬菜全都有 但这间全联 跟你我熟悉的超市很不一样 想要买生鲜蔬菜回家煮东西 一般可能会先来到超市购买 但如果是家中的灯泡突然坏掉 可能会想到五金行 来买一些灯泡回家换 不过现在两种东西 都可以在同一阶超市一起买到 主打生鲜视频的全联 现在也抢供生活五金 从锅碗瓢盆 板手螺丝起子 到文具书包全都有 就连安全帽与机油 以及金纸香茹 统统买得到 手间店就选在高雄前镇区试水温 卖场面积有430平大 这家店所在的立地条件 它就称光华商圈 它基本上附近有三家学校 有一个客宅 甚至也有一家医院 主力课程基本上都是什么 终老妇女跟年轻的学生 看准当地的人口结构 业者在根据附近大润发 凤山店的客层数据 发现非食品类的消费者偏好 就包括了厨房餐具 清洁用具 汽车百货等等 因此从中挑出3366个商品 而这也是全联合并大润发后 首度深度合作 像这样生活百货类的 复合式电型 全联合大润发不是第一家 美妆连锁店保雅 早在2019年就进居五金行 打造35间保家 但今年却陆续风管出清 要再次转换电型 而抬开地图 前阵这间全联生活百货 附近不止有加勒服 800多公尺外 还有一间小北百货 两者相比 小北24小时不打烊 五金更齐全 加勒服则是量饭店 全联能吸引更多消费者吗 全联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因为我们有卖生鲜 消费者到店的频次比较高 生活百货的频次虽然比较低 但是我们也是选 生活百货里面 回转比较快的品项 再逐渐的踹踹看 这样的一个形式 能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就是如果他点这么多 然后他又卖这么多东西的话 就是多了一个地方可以去 像锅碗瓢粉也是 也是可能会去加勒服 大润发或者B&Q 特利物选择也比较多 全联首度尝试把超市大型化 用集团力量打团体战 而同一集团也在2022年 吃下加勒服 近期与期下的Saven超商 也开始共同贩卖在地水果 零售业竞争 战火越来越激烈 北京新闻 六星星 博翰台北高雄 采访报道 1-5星星 5星